- 天神- 我想和姿余离婚- 天神- 天神- 我想离婚- 哦- 我知道你是为我吗- 我和姿余在一起10年了- 但是真的过不下去- 我不要亲吻了- 那我给隔壁观众们打电话- 让他们做好准备- - 呃- 不是 天神- 你怎么就不劝劝我们呢- 不是你说要我不要劝的嘛- 那你还真不劝呀- 那西要我劝嘛- 那- 那我还是劝你们离了吧- 呃- 这样劝的呀- 是啊- 你就不应该劝我不要离嘛- 那你也没跟我说- 劝你离还是不离呀- 啊- 你才实作妙- 啊- 啊- 你才实作妙- 啊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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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不肯抑一张分 这个你不知道吗- 啊- 啊- 这什么年代了- 非严自由- 这个你不懂吗- 啊- 啊- 那我来给你分析分析- 啊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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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你们离婚了- 你跟子怡都是单身- 对不对- igolo 你们都是单身- 啊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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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把子怡介绍给隔壁村的光棍- 我占一份没钱- 啊- 对不对啊- 你离婚之后- 我把子怡介绍给隔壁村的光棍- 我占一份没钱- 对不对啊- 啊- 对不对- 我占一份没钱- 对不对- 你离婚之后- 不是呢- 对不对- 你离婚之后 也向着老婆 是不是 那我也给你介绍一个 里外离 我就该赚两份没钱 你说是不是 是啊 我要是劝你们不离 我是不是一点收入都没有 你想的没我不离了